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周二表示,疫情封锁政策取消后,家庭支出增加将帮助经济恢复,因此政府将今年GDP预期从之前的3%调高到3.5%。 目前德国正面临第三波疫情冲击,阿尔特迈尔预计今年夏季能够取消大部分限制措施。 汇丰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,今年第一季公司税前利润达到57.8亿,比去年同期增加79%,由于美国和英国积极施打疫苗,增加了经济复苏的希望,但汇丰保持谨慎乐观,公司仍预留30亿坏账准备,以因应不确定性。 油价升高和天然气获利增加,使英国石油公司第一季利润暴涨超过3倍,达到26亿英镑,公司计划第二季将回购5亿英镑的股票。 由于投资人担心其能源转型战略,公司股价仍比疫情前低30%,也是石油巨头中表现最差的公司。 韩国央行周二公布数据,2021年第一季经济年增1.8%,优于预期,主要得益于出口缓慢复苏和政府抗疫疏困计划,民间消费回升,对经济成长帮助很大。 央行估计,2021年经济有望成长3%。 新唐人记者杰森综合报道。